亲爱的朋友们 在1987年春节来花晚会的舞台上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江坤 唐杰忠 一起为大家和说过一段相声 我想问问我们现场的朋友 有谁还记得 那一年他们和说那段相声的名字 是什么 都记着啊 哎呀 的确虎口遐想 堪称是春晚舞台上的经典呀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哎 我突发奇想 三十年以后 咱们再欢迎江坤 在这个舞台上 给大家说上一遍怎么样啊 好 来吧 朱军 你这主意真不错 那就朋友们 咱们让江坤就再调一回老虎洞怎么样 调一回 江坤就在这了 来来来来 来吧 欢迎欢迎 来来来 小带小带 说说这段啊 小带小带小带 不行了 怎么了 三十年前的词 全都忘了 不是 江坤 你还别误会 没让你完全说三十年前那段 那让我说 说今天 今天 你又掉老虎洞里了 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小带你缺德不缺德啊 我怎么了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子 这个啊 不是你不掉大伙 听不着这段啊 想不想听啊 听啊 现在就开始 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石虎山 朋友们 一会儿我起个头 大伙一欢呼 江坤就算掉老虎洞里了 咱说来就来啊 老虎出山了 哈哈 真掉下去了 真掉下去了 三十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 那时候女同志姐裙带 男同志姐皮带 她往上救我 往上拽你 这三十年后我又掉下去了 来的人不少 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的 横不住手来啊 江坤 今儿到干嘛 给你照相吗 干嘛 发微信 朋友圈啊 是 还喊着 江坤江坤 转过身来 带个pose 来个字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 哥们哥们快看看 江坤又掉老虎洞里了 来点个赞 我掉老虎洞里点什么赞呢 你说 点赞 他现在时髦啊 各位朋友 别光垫着点赞啊 赶紧给江坤报个警啊 上边说了 我们报警了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啊 你掉这时候不对 什么时候 晚高峰 好嘛 把这条还给忘了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这是过不来啊 我说那堵着 那小伙子 你身大力不亏 你下来 你教教我 年轻人 你应该想个办法 小伙子说 江大爷 我特别想救你 那就救吧 但你这算是我 怕我把你救上来 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 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三十年前 我掉到老虎洞里头 我还是跟上边说 我说你们 你们坐公共汽车 去中央电视台 对 找记者来 找个记者 拍个老虎这么吃 拍个老虎吃 那片的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 也算哥们临死 以前为欺负计划 做点贡献 三十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 三十年后过去了 我这啊 现在不用叫记者 哎呦 没几分钟呼啦啦全来了 这记者来得快 强强短炮对准了我 问一个共同的问题 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不是问什么了 来来来 江坤同志 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这什么地方 都让你给拜个年呢 就是啊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 你们见多识广啊 赶紧给江坤想个办法啊 我们想办法了 想出什么办法呢 我们现场直播 就这调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灯也亮了 机器也对准了我 他还有主持的 还真有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时隔三十年以后 几分钟以前 江坤又一次调到了老虎洞里 这次江坤能不能出来 他怎么样出来 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 我们大家进行 有讲问答 这还搞问答呢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 猜中者有奖 奖金大 银大 您瞧这份热闹劲的 那边 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还自媒体 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 快进我的小房间 快看快看 江坤又掉老虎动力了 这一块可以有的 感谢刷屏 感谢刷屏 这就是江坤 五米以外 这就是这老虎 大数据显示 这是一只年满两周岁的老虎 而且是一只母老虎 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 和求偶期的母老虎 这还是求偶期 感谢刷屏 感谢刷屏 大家还挺客气 大家看 大家看 大数据显示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母虎 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对对对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 极其凶狠 没错 估计江坤 凶多吉少 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刷屏 感谢刷屏 您可别刷这屏了 不是各位记者朋友 你们赶紧得想个 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 进行现场指导 请个明白人 进行现场指导 紧接着 传来了一个人 振振有词的声音 就听听明白人的 江坤 这次掉到老虎洞 属于突发事件 肯定是突发的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 在一起 在二十多条解救方案当中 选择了一条 能将江坤解除 老虎洞的办法 什么办法 自救 自救 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 您可不能光说两个字自救 就得请您告诉江坤 怎么样的自救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 江坤需要冷静的考虑 对 你面前是谁 谁啊 是一只老虎 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什么样的 母老虎 没错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什么样的 是求偶欺的母老虎 是的 所以现在 需要江坤 根据实际情况 模拟公虎 向母虎发信号 需要江坤 模拟公虎 向母虎发信号 发信号 不是 发什么信号 发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 你江坤不是淫的 信号 这叫什么信号 不是明白人 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其实很简单 您说说 就需要江坤 现在轻轻地 走到老虎身边 然后悄悄地 咬一下老虎的脖子 然后转身就跑 然后 不不不 您别咬好了 我说明白人 您刚才说的 这办法不行 江坤 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这老虎在那 啪啪的没动 对呀 我干嘛 我轻轻地走过去 我还悄悄地 我咬人家一口 老虎一回头 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 它就冲我乐 我也受不了 我这是什么信号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找死的信号 我看这差不多 不是 我说明白人 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如果江坤 因为这个办法 不可行的话 不行 我们叫外部私救 对 还得靠外部 外部什么个救法 我们要动员群众 在上面筹准目标 往下应省着 往下干什么 应省着 往下 往下扔绳子 扔绳子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套 套谁呀 套上谁是谁 好 哎呀你别说 这主意还真不错 怎么不错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 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要是套上我了 我怎么上来啊 那不是这儿帅呢 对了 我还活得了吗 对啊 什么 你看 哎呦 我摸我这 怎么了 我这也有手机呀 你自己有啊 对不对 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你自己求救 对不对 哎哎哎 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 你说你说 这手机骚扰电话 诈评电话 一个接一个 不少 这关键时刻 没信号 没信号 上面的 有WiFi没有 给个密码 下下下下 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找他们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对 找找园长 什么 动物园园长 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给抓起来了 出什么事了 犯什么事了 贪污老虎伙食费 哎呦 哎呦 不是 江坤 你掉这时候不对啊 老虎的伙食费 让园长给贪污了 老虎还没吃饭呢 对啊 你自己救自己吧 我赶紧说吧 老虎 老虎 抬起头看看我 是我 我又来了 三十年前来过一次 这地方我熟 熟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那是 估计是你爸爸 还真有这可能 其实你爸爸的 我想起有件事 挺对不住你爸爸的 哎呦 什么事你对不起老虎的爸爸呀 当初我答应 答应出去以后 给你爸爸找一只母老虎 嗯 可是出去以后呢 我这人诚信太差 经不给自己搞对象 摆你爸爸搞对象 这事给忘了 好了 没想起人家的事了 也不是你爸爸 嗯 哎呦估计是搞上了 要不你哪来的 是吧 你都吓晕了 你别动我 你别动我 我知道你饿 你想吃我是吧 是想吃你 我告诉你 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 我细皮嫩肉 我说绿色食品 那今天呢 这么多年过去了 就这些年 别的咱们不敢说 各种各样的添加剂 我告诉你 我就没少吃 啊 假酒我也没少喝 我们家装修 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 我也没少吸 你要吃我 你就等于吃毒药 你的小生死骨 不一定受得了 哎呦 我说江坤啊 你嘚巴嘚巴 跟老虎说这个 他听得懂吗 这老虎听完了 噗 你看看 噗 坏了 噗噗 噗着你没有 突然一转头 噗 这怎么意思 噗噗噗噗噗噗 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 呦 回窝里去了 我突然想起来 这不是 不是野生动物园 这不是 这是正儿八经的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 这里的老虎 他经过驯化了 他 他不吃人了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没野生 哎出来出来 你不是人跟我出去玩的 出来出来 他死活不出来 不是他怎么不出来呢 我估计他明白 现在出来没他的好 怎么了 现在 苍蝇老虎一起打 他也明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 给大家 拜年了 养生专家 祝您身体健康 理财专家 祝您日进斗筋 收藏专家 祝您张才进宝 情感专家 祝您 事事顺心 还有我呢 我给大家拜年了 祝每个人 每个家庭 全乐乐呵呵 天天都像过年似的 好不好 好 我来了 哎呦 小月月 谁是小月月啊 不是江坤 大过年的 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专家 专家说了 西服代表世界 大贯代表国家 童年服装特点 混搭 来 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那好啊 这叫过年穿混搭 江坤变傻瓜 别开玩笑啊 我跟你讲 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了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是吗 那你就听我的吧 你是 养生专家 养生太重要了 我得好好听您的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知道啊 延年益寿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 具体点 您给举个例子 随便拿点吃的东西 我给你讲一讲 你们带吃的东西 没有 我们没有 没带到底下 谢谢 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你等会等会等会 什么眼神啊 苹果 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为什么呢 吃过苹果吗 吃过 怎么吃 带皮 削皮 你看 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 你问问这些专家 皮上有什么呀 营养 是 是 我没说完呢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 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那我就带皮吃吧 这有什么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 你问问这些专家 皮上有什么呀 农药 怎么又改农药了 这农药都是脂容性的 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 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 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我 乳腺癌 怎么了 哪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我是男的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 这个不重要 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我呀 我早上吃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 浮空 邦 这怎么回事 血糖上去了 那我中午吃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 浮满 邦 这怎么了 血脂上去了 那我晚上吃啊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 浮胀 邦 又怎么了 血压上去了 那我就早中午饭 我分开吃 分开吃 那就是 邦邦邦 这不是凭我 这是一地雷啊 这是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告诉你 记住了 你爱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 你这叫什么专家 你这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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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听他的 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那倒是 你先说了半年 那说什么了 这邦 邦 邦 对 连个结论都没有 可不是吗 还是听理财专家 邦 邦 你怎么也邦 邦 邦 帮您出主意 帮我出主意 您说 这个苹果是买的 对 问问您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多 我买那么多个吗 多大的 多大的 大小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你这么大的苹果 这么大的糊 对 这么大的苹果 也这么大的糊 哦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 你说你应该买多多 买多大的 多小的 怎么该小的了 小个的架构优势 它便宜啊 大的肉还多呢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那你说这到底 这杠子怎么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啊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您说什么时候买 白天 白天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您占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哦 记住了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 你让你卖苹果的 他正对着太阳 四个眼睛 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 你趁他不留神 拿起来给你就 我就走 跑 人家让嘛 你别让他 看去呢 还对着啊 那非对着不可 还是揍我呢 他要揍你 你找我呀 哦 那我肯定是 不乐意 嗯 不答应 嗯 那怎么回事 管不了啊 你管不了 你就把我搁那了 你 那我为一个苹果 我搭出半条病去啊 这就对了 怎么呢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 只要钱 不要命 我没 我没 江先生 江先生 我跟你说两句吧 您是 搞收藏的 收藏专家 嗯 您说话怎么这味啊 不是这个味 让你不让进村啊 哦 他得到村里去 逃问宝贝 哦 还说这个苹果 啊 苹果 你把这个苹果 你翻过来 我翻过来 仔细看 仔细看 有没有落款 嘿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你啊 肉眼繁台 啊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普通的苹果 啊 搞收藏 你得赋予它内涵 这这 这这这有什么内涵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啊 这个苹果 要是慈禧老夫 我爷 跟美国总统奥巴马 而共同啃国的苹果 哦 哦 他还有价儿吗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 这是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啊 但是 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 在你江坤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那这是 我热乎的苹果 我看 这有什么用啊 这个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有收藏价值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 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我把它吃了 吃了 啊 那叫破坏问 那我怎么办呢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他说这是 买起来 过几年 你再把它 抛出来 他说这是 跑出来 你再把它吃了 破 那都烂了 我再说说 长成树了都 你把这树也卖起来 把树也卖起来 再过个一百年 你把树再跑 过不了一百年 五十年就没我了 这个 那把你也卖起来 把我也卖起来 再过几年了 再把你再跑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记住了 搞收藏 想生质 你都得把你自己 卖起来 好 必须得卖起来 这什么专家 哎呀江坤啊 情感专家发现 你是一个在情感上 受过伤害的人 您怎么这么认为 你怎么能自己 把自己卖起来呢 就是他刚才给我卖起来 生质啊 那我问问你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 你为什么单单 选中了苹果 不是选的 刚才一女同志 人家 你知道这苹果 它象征什么吗 这象征什么 苹果它代表诱惑 这诱惑 说明你对你 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你的潜意识里 是期盼的诱惑 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我不知道 是你的性格决定 是啊 而性格是由星座 跟血型决定 江坤我问问你 你什么血型啊 A型 你爱人呢 AB型 那你完了 我怎么完了 俩A配一B 你没事生闷气 哦 这这么讲 你什么胸座 我是白羊做的 那你爱人呢 狮子做 你又完了 我怎么又完了 狼吃羊 冷不防 我爱人是狮子做 狮子连狼都吃 何况你家羊 那我试完了 你数什么呢 我数虎的 你爱人呢 也是数虎的 你更完了 怎么呢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它是母老虎 是不是这伤名 你这么一说 我这年怎么过呀 听我的 你得过个养生年 不不不 你得过理财年 还是首藏有益 你必须过情感年 你一说 这养生年怎么过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那我吃什么馅的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你得吃绿豆馅的 绿豆我煮得熟吗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那我 上锅蒸啊 那人家年三十 吃饺子 我们家吃豆包 三十才养生 那就完了 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我知道 二十三藤丸山 二十四 不不不 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口诀 二十三 绿豆餐 吃绿豆 二十四 绿豆日 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还得吃 二十五 绿豆煮 二十六 煮绿豆 二十七 绿豆西 二十八 绿豆发 二十九 吃一宿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绿了就对了 怎么 现在翡翠最值钱哪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还没到你 行了行了行了 别听他的 你照他这吃法 您这一年纪 没一百斤绿豆 盯不下来 就是吗这个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能不花就不花 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从小年开始 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您要口诀 当然了 二十三 饿一天 不让吃 二十四 饥口日 还不吃 二十五 要空腹 三天了 二十六 看看肉 二十七 想想鸡 二十八 闻闻鸭 二十九 送你走 哎呦 我都饿死了 还不送我走啊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那少 咱们也得吃这饺子 哎呦 全国都吃饺子 那个瓶啊 馅儿啊 涨价不划算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你可以吃月饼吗 春节有月饼吗 有啊 哪呢 八月十五剩下的 我吃剩下的 便宜啊 那八月十五我吃什么呀 吃粽子呀 有吗 有啊 哪呢 五月五剩下的 五月五我吃什么 吃元宵啊 有吗 有啊 哪呢 正月十五剩下的 正月十五我吃什么 你吃饺子呀 有吗 有啊 哪儿呢 春节剩下的 我这一年没吃这么点东西 全是剩下的 您的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胃可吃坏了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您说这 江先生 还是搞收藏吧 您您也有口诀 你当然有口诀 二十三 找块砖 二十四 刻上字 二十五 磨点土 二十六 做做旧 二十七 上电棋 二十八 耍一耍 二十九我就出手 呸 你把它卖起来 你看 我没在乎买 用虚作假 我说江坤啊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就是啊 你就得过情感年 你的情感年 我想问问你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想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想 那你还等什么呀 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呀 你也有口诀 当然了 记住我的情感口诀 二十四 你跟他把脸翻 你看 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 二十四 你挑挑四 二十五 添点堵 二十六 骂他救 我骂他救干什么呀 不是他救给你们俩说喝的吗 二十七 分分居 二十八 分分家 二十九 你去轰他走 没听说过 我轰他走 四十年的感情了 说轰他就轰走 再说轰走了 你跟谁过呀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 对不对 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 江坤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没听说话 诸位诸位 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就这些人 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我能听他的吗 我能听他的吗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那你收藏什么呀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我们不值钱 过两年你们就升职了 咋的呢 我把你们四个呀 卖起来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象征演员小戴和江坤 在这给您 拜年了 在虎年即将到来之际啊 我想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不知道大家要不要听 江坤 你先别江坤 我这个好消息 说出来大家准备给我鼓掌支持我 哎 江坤 你别老江坤江坤 你会说点别的吗 这是 你不说有好消息吗 说出来我也听听啊 想听 想听啊 我这好消息就是到了虎年了 我打算换人了 不跟戴志诚一块说相声了 不知大家伙同意不同意啊 这还真有响应的 江坤 你先等会吧 我都等二十年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当初我跟李文华老师跟唐杰忠老师一起合作 说了多少好消息啊 这老艺术家啊 你看大家伙说李文华老师脸上那个皱纹可爱不可爱 可爱 哎哎哎你看他长得 说你老吧也不老 说你小吧也不小 一点特点也没有谁也记不住 盼着长点皱纹出来二十年的 这脸平得跟煎饼似的 他就这样啊 看着他胖一点吃什么都不带长肉的 就站在我边上 他哪都不去二十年呢 哎算卦的说呀 他身体特好 无鸡而重 你这么耗死我吗 我教你了 你让咱们亲爱的观众评价一下 咱们俩人从江球就到踩脚 从回眸望久 去年说的我有点晕 对 咱俩人合作了五十多段相声了 哪段我对不起你啊 哪段超过那照相了 哪段超过那屌老虎洞了 哪段让人记住了 就记住你在旁边 江坤江坤 你还会叫点别的吗 你废话 你最起码 你叫我什么江老师一类的 好 今天呢我就叫你江老师 我还别说你喜心厌旧 话不说到这了吗 对 有合适的搭档你可以换 谁拦着你了 你找去 还有我找 全国的观众都关心我 全都同意我换人 谁呀 谁呀 山田芳老师知道吗 评书艺术家 评书里专评会这段事 山老的评书 山老在那讲 话说江坤 跟个戴志诚说相识 一说就二十年 戴志诚戴志诚 老这么戴着 究竟是诚还是不诚 哪段书里有这词啊 江坤你是属老虎的 戴志诚也是属老虎的 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两只老虎相容 只有一种可能 哪种啊 一公一母 那四 明白了 说你这旁边啊 就缺一母老虎 韩敲声知道吗 哎呦那是体育播音员 外号韩大嘴 都说他说话不着边 没错 人家劝我换你聚聚在里 这韩敲声怎么说的 叫起我来的称呼非常准确 怎么叫的 江哥老弟 在头一季就不准确 你现在是什么岁数了 你也就是年鱼花甲了 你一定要考虑 你年过半百的时候怎么办 这位不识数啊 你现在是什么形式 你是前有罪兵 后有赌机 你如何面对着无人的场面 那么到底有人没人呢 我劝你 趁小代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以迅雷不羁掩耳道 铃儿响叮当之势 名秀战道 暗动陈套 智取三观 早睡早去 和小代歌火相望 不能忍受胯下之辱 坚决给他胯下一枪 太好了 没有一句挨边的 也真够难为你的 袁隆平教授知道吗 哎呦那是院士水稻专家 人家都同意我换你 袁教授 给我推荐新人 袁教授说了 我不懂艺术 但是我知道优胜略胎 物竞天责 研究这个 我给你推荐一位 当你在春节晚会演出的时候 你听到外边钟声响起来了 有一位新人将奇迹般的出现在你的面前 相信会给全国的电视观众和相声界 带来一个惊喜 这不今天就要面试来了 还有面试 人家教授介绍的高科技含量 时间快到了 你就抓紧时间去撤一下 我干嘛呀 你别跟人家面对面的不好 嘉老师 你别考虑我的情绪 怎么着 我也渐渐这位新人 我也渐渐高科技含量呢 你不要 你先走 你走 我找人 你是袁教授介绍他 小带你先别走 咱俩没事在上边上了 我根本就没走 什么事啊 江老师 别叫江老师 就叫江坤 挺亲切的 他是不是走错地了 没有 新人 新人 我看着他有点像 他可以老长这样啊 长这样什么了 这你就脱离时代了 现在H1A1病毒都能变异 人长这样不稀奇 这说明当今世界 动物的种类在一天天减少 而人的种类在一天天增加 你这位朋友 这是最好的证明啊 您说 对吗 他怎么还饿呀 没心没背 你让他下边说 对 别下边说 就在台上说 这位朋友 能给我们大伙介绍介绍 你怎么 这么一种艺术造型呢 你看我的眼睛 像不像孙红雷 孙红雷 我的嘴 像不像姚晨 你是谁啊 我是翠平和余泽成的儿子 潜伏 潜伏 别说 就你这小眼睛还真像你爸爸 你爸爸那还潜伏着 你怎么这么快就暴露身份了 什么叫暴露啊 这不是袁教授给你介绍的 袁教授 人家研究水道 说像是得要咱们这样的 是吧 你看他这衬衫 听明白了吗 他说你的橙色不行 能同意他的说法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你爸爸同事 这儿有两根尽条 你能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 哪根是握错的 叫什么呢 谢若林 谢若林 那根倒卖情报那个 对对对 可这位朋友 你要来了 我就得离开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可我这位置你能占领得了吗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回答你 如果你一枪打死我 我又活过来了 咱俩还做生意 只要嫁 和空到 哇 老友的说 我跟他合作不了 我老得背电视剧的台词 你说合作还得是咱们两个 你想想 咱们说了五十多段像是 哪段超过你那照相了 哪段超过掉老虎洞了 不能那么说 你现在写诗的 哪段超过唐诗了 写词的 哪段超过宋词了 对不对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标准 新的时代 他怎么这么接护我的这个人 我用我爸爸同事的一句话来 你爸爸哪那么多同事啊 你说闲的旧 我看他说话还很有特点 问一句 你叫什么名字 鱼货货 货货 你打算货货谁呀 收货的货 她是姓鱼的鱼 收货的货 鱼货 鱼货 哪批上去的 这里不懂 这是今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语言风格 这位朋友 听你说话 看来你对生活 一定是有不少的感受吧 我也曾有过爱情 你瞧怎么样 说说你的爱情 当我爱上人家的时候 人家结婚了 获得了 当我想结婚的时候 人家追求单身了 当股市傻子都能挣钱的时候 我没敢去 当我壮着胆子进去了 一下子就套成傻子了 传媒赶上 海阔平逾越 破骨任人垂 他们都说我是天使 天使 从从天上来的 对 就长这么模样 你别老看这儿啊 天使跟天使不一样 别的天使是脚先下来的 他呢 脸先着地的 不一样吗 那你要跟我合作 你有什么本事 我有才能 我的才能就像怀孕 怀孕 时间越久 越觉得肚子里有东西 这是什么比喻 我们俩合作了二十年了 我劝您 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句话我愿意听 在旁边那棵树上 多试几次 损不损呢你 这主意不错 什么不错 你说咱们俩合作 效果能好吗 绝配 你今天我时尚 持有短 翠有长 你是互联网 我是防火墙 你是喜洋洋 我就是灰太狼 你围这儿住窝居 我送你套经济试用房 你去趟索马里 我中国海军来护航 你关注哥本哈根 我就带头减少尾气排放 哎呦 这什么动作呀这是 将来咱们得上电视台 哎 我能给电视台提点意见吗 可以啊 你给电视台提什么意见 强烈抗议 广告时间 插播电视剧 这个意见 提得还非常敏锐 什么敏锐 说点正经的 说正经的 怕不给这么长的时间 给啊 那今天你说什么呀 说相声 两个人合作 就好比是过日子 我看不起喜新厌旧 但是也不同意从一而终 出了问题不要忙 一定要在别人身上找原因 上国去不用慌 也许天堂就在下方 时代在发展 人们在换思想 但是不变的是传统 经常换的是时装 2009过得美 因为老百姓知道 阅兵的队伍谁走得最奇 现代化的武器 哪件最具时代的锋芒 铁路提速频率哪国最快 外汇储备多谁的底气锐壮 世界会议在哪开得最安全 哪个国家的农民又回到 拿着补贴再重量 答案就是两个字 那就是中国 说到点上了 一句话 老百姓就愿意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中国人不折腾不闹腾 我们中华民族昂首国部 走进了2010年 好 余霍霍 说的在补 小大黄有个新主意 怎么了 我不换人了 你们两个人我都用 说老相声我跟你 你有基础 说新相声我跟他 他有锋芒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你说我有老的基础 说他有时代特别 不错 那我们俩合作多好啊 干嘛飞机你这道手啊 对啊 说干就干 马上排练 好 明年春节大家看我们俩人的合作演出 江老师 再见 再见 把我给换了 春节好 又一次站在春节晚会的舞台上 我是感慨万千啊 哎呦江坤 有什么感慨跟朋友们说一说 第一年春节晚会我就参加了 这我们知道1983年 这小三十年了 哎呦那时候相声多受欢迎啊 没错 麦克风往这一摆还没说话呢 底下哇是一片掌声 大伙喜欢听相声 这说好几句了怎么一点动静还没有 哎 你还带要掌声的 哎 那年我跟李古一演一个节目 这大伙知道唱的是刘海砍桥 哎 那个节目好不好 好 确实精彩 三十年前啊 那李古一多漂亮啊 啊 的确漂亮 你再看三十年后的李古一啊 还那么漂亮 哎 你这没说一样 老艺术家不简当年 对 那一年李古一一个人唱八首歌 哦 第一届春晚李古一一个人唱八首歌 哎 那今天的春晚呢 八个人唱一首歌 八个人唱一首歌 人才太多了 江坤 这些都不主要 今天站在春晚上 你给朋友们说什么相声 哎呀呀 我有点不会说了 怎么了 我有点晕 晕什么呀 三十年前三十年后 太多不一样 你可以在这说一说呀 我跟大伙聊一聊 可以呀 哎 三十年前啊 在大街上 嗯 这个骑自行车的 他羡慕那个 开小轿车的 那时候小轿车是个稀罕物件 哎 三十年后 这个开小轿车的 羡慕骑自行车的 为什么呢 这一堵车 这一堵车他比我快多了 别说了 这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吧 不一样 三十年前 嗯 人吃粉丝 那么现在呢 现在弄不好粉丝 把人给吃了 这俩粉丝概念也不一样 哎 三十年前 嗯 生了儿子 起名管他叫狗子 外名好养哦 现在养狗管他叫儿子 啊 对 对对对 那叫宠物 我女儿遛狗回来 一看我坐那儿 一拍着狗屁股 去 找老爷去 嗯 老爷 你说我哪有这么一外孙子 成天在地下趴着 这个辈子还没错 现在人们都喜爱养小动物 对 三十年前 穿衣服 讲究合身 那个时候讲究可体 现在年轻人 讲究时髦 嗯 这衣服不是大两号 就小两号 那要大两号 手面脚面全盖上 小两号 勾勾坎坎 哪都露着 哦 小姑娘 长得挺严肃的 嗯 就那肚脐眼老冲你乐 哈哈 你观察的还够仔细的 现在年轻人都追赶时尚 另外一种漂亮 三十年前 你要夸这个女同志漂亮 嗯 女同志不好意思 是吗 要说谁漂亮 那不许那么说 讨厌 哎 那时候女同志都比较含蓄 现在的人多自信 嗯 大街上你海军 美女 呼 大娘大婶一起回头 都以为叫她呢 这个 对 现在你看看人们这个精神状态 透着这么自信 自信 嗯 哎 现在我们那个三十年前 啊 结婚搞对象的时候 老偷偷摸摸的 偷偷的 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 呵 怕人家看见 是吗 抽到哪一收着 哎呦 那什么 我们俩 Lon 嗯 主要是怕别人看见 三十年以后 嗯 你现在谈恋爱 哪不能谈呢 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随便 同学日子 在那个商场的滚梯上 前面谈恋爱的 在那儿谈 在眼前 脸对脸 越来越近 越来一会儿 嘴跟嘴搁一块 新吻上了 就在我眼前 我说 那个 耽误你们一会儿 能不能让我先过去 那那二位呢 嘴没动地方 一掘屁股 哎 我就过来了 过去了 过了以后 我这个晕了 我从哪儿过来的 你从底下钻过来的 就是啊 瞧你这点出息 这事啊 也就让你碰上了 三十年前 照结婚照 得照 哎呦 没什么衣服 得去借衣服 租衣服 那时候都这样 我穿的西服 那好看不好看 挺漂亮的 里边那衬衫 没底下 没袖子 就这么一块 哦 那是假领子 假领子 对对对 现在你看这衣服都多 春天的夏天的 现代的古典的 什么样子都有 听说最时髦照 结婚照 讲究不穿衣服照了 不穿衣服照了 光着网上画画 说叫人体彩绘 你说这玩意 我反正我是不敢照 照完了挂什么地方 张哥 这个你就不懂了 年轻人有这么句话 这叫留住青春 留住性感 三十年前你要说人性感 那跟骂人似的 是吗 马上人就得回你 说谁性感呢 你才性感呢 臭流氓 真罢上了 江坤 你刚才说的这些 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 都感同身受 对 这说明三十年细微的变化 被你发现 我说这是巨大的变化 我是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那我要说说三十年前的事 那我就跟你说说 三十年后的变化 可以呀 咱们先说几个名词 好 三十年前有个词叫痛快 现在年轻人说痛快 爽歪歪 新词 爽歪歪 对 三十年前叫深入 现在叫零距离接触 三十年前叫瘦弱 现在叫骨感 三十年前叫减肥 现在叫瘦身 三十年前叫半老徐娘 现在叫滋身美人 滋身 网上你看看 那动作 踏踏踏 来认识一下冯荣姐姐 你的姿势一点都不美 对不对 再来啊 你看三十年前我要买东西 我拎一大兜子钱 那叫款业 哎呦 现在拿那么多现金 人家说你吐鳖 怎么了 刷卡呀 招行卡 一卡不就完了吗 你看三十年前过年才吃顿饺子 现在饺子是速冻食品 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吃 三十年前请客吃饭下馆子 得多点肉菜 现在多点肉菜 烙埋怨 十个人九个脂肪官 老吃肉菜干什么 来上小白菜 野菜 萝卜羊 兔子吃什么 咱们吃什么 绿色识别 对对对 你看三十年前啊 人们都缺糖 你现在打听打听 好些人开始尿糖了 那得多运动啊 你看三十年前我们住大杂院 邻居们每天吃什么 我都能知道 现在住对门好几年了 不知人姓什么叫什么 三十年前老婆一个 孩子一堆 现在是孩子一个 老婆还是一个 挺好 你这吓我一跳 再来 三十年前啊 我要写东西查资料 得往图书室特别的费劲 现在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上查呀 三十年前得特有文化人 才出书呢 现在是不是人都能出书 你这话怎么讲 钱先生看了一本书 这书的名字叫 一只狗的生活意见 狗的生活有意见 还写出书来 你看看 是不是你翻译的 不不不 我没点能的 你看三十年前啊 人起名字 一看这名字 就能明白什么意思 对 比方叫建国 建设祖国 爱民 热爱人民 我叫江坤 你这什么意思 我弟弟叫江仲 昆仲兄弟 我是哥哥 这个意思 你叫戴志诚 什么意思 志向远大 真诚待人 甭管真的假的 他是这意思 什么叫假的 真的 真的真的 现在起名你不知什么意思 现在人都起什么名字 姓唐 给自己起名的 唐吉何德 外国名字 姓张 叫张牙舞爪 这不明白什么意思 还有网上的名字 你们都写不出那字的 网上什么名字 俩人聊天 一个叫两个字 哪俩字 啪叉 这从哪掉下来的 另外一个 比他的名字稍微好听点 那个叫 大啪叉 这摔得更狠 这现在说明啊 是个多元化的社会 江坤 你呀 用不着晕 其实啊 你别看我晕 我晕得高兴 高兴 因为我总的感觉 是咱们中国变大了 世界变小了 这说对了 现在中国跟世界 这个距离拉近了 过去刘欢 最爱唱那个歌 挺流行的 那是 唱出来好听啊 你学学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可是你确定不在意 你听 千万里我追寻你 人家都不在意 那时候是仰视 2008年 我们中国人 最流行的是什么歌 我和你在一起 为了快乐你 一家人了 我们重驻地球村 江坤 有这么好听的歌 千万别晕了 不晕了 我现在听那个小青年 唱那个外文歌 就是听不懂 我都高兴 什么外文歌你不懂啊 就是年轻人 都会唱的那个 哪首啊 在我地盘这儿 你听我的 把一首歌 用觉得着盘本 你是有点晕 这是外文歌 中文歌 这是中文歌 全是中文啊 是吗 在我地盘这儿 你听我的 我告诉你这歌词啊 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它是另外一种音乐形式啊 它一唱出来就是 在我地盘这儿就得听我的 把音收歌 用听觉找快乐 把音乐收歌 用听觉找快乐 收歌快乐 真是这意思啊 全是这词 小本你都听得懂啊 我能懂啊 唱的那个 你再来 快乐 你这几句我没听明白 不赖你 怎么了 我瞎编呢 这什么名啊 三十年 勇探店